我今天想知道 我想兩個一直影響到我 我覺得沒有啟發行業 第一個是史達克 對 結果他是一個產品設計師 他最有名的就是設計他的這個 屬於公司的那個這個外星人 外星人的機器人 賣了20萬萬元 那他也是經過非常非常多人 在這個世界上 你看到所有的 其中一個就是這個透明 數大透明 但是他開始在沙漏 然後他也設計過非常非常多的 土的燈 大大小小的燈 然後甚至包括 可能日本生命的人 還是有牙籤 非常非常大大小的 然後世界上第一個這個 晶體地板是他設計的 晶體地板的一般一個很差別 就是在大地 大地的那種酒吧在那邊 混 以前的酒 以前的飯店基本上是 你興趣又上來 那晶體地板是家裡的概念 他是在設計這些東西 然後今天很小 在這邊的特色 然後 所以他一開始一直有人找他設計 不同的 比如說有白色啊 有Tone模擬啊 有各種 空間的這些事情 然後開始 有人來找他設計大火 他在日本 人家做這個像是一個超大的 新鮮的一條 然後他是現在有幫一個 我們是設計的組裝室 好像高手啊 銀杆那種 地非常的多 你就可以把這些東西 把它自己組裝一個自己的 然後 這個東西 他還有就是一段 所以大家看他其實是從燈 一直在做很多跨界的設計 但他最有一個作品 如果有的人不知道 就是賈羅斯的船是他手間 賈羅斯的船是78米 造價 1 1 1 3 4 1 那他同時設計兩個 全世界最多的船 是輸了一個 最有顯的一個十六大關 一個是一代二十五 三億公斤的船 那最基本 剛剛落成的一個是 全世界最大的船 也是比同樣的老闆 同樣的所有的船 多大尾 大概是在天使 143例 三億公斤的造價 那跟你講一下 是不是怎麼說 三億公斤的造價中 一連五八 有造價的 就是他的服務 也算一算 他在天啊 總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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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同時設計 眼鏡啊 也設計最近 自己的相片啊 也自己的依舊 他也設計過面條 為什麼要設計面條 因為他覺得 這樣的形狀 最多的單寫 是可以跑在裡面 咬下來 就可以這樣 他也有自己的餐廳 所以 那時候也很快 所以你看 他其實一直在 賣不同的角色 所以他記得 知道 你現在說他是什麼 設計師已經不重要 他一直在化解 做這些事情 好 那第二個 就是 大家可能知道 下海海這個 設計師 那 他在下海海 設計了 30.30 一直在打造 下海海 你知道下海海 這個設計師 那他 這個 幫Mandy 工作了50年 然後 自己還有一個 拉路 所以他同時 身上 複製的可能 十多年來 遇到事件 那同時 你們可能知道 就是你看那個雜誌 像這樣以前的那些廣告 很多影片廣告 都是他自己拍的 他很喜歡拍照 OK 所以他除了設計以後 他也要拍照 然後他是第一個 他跟H&M把這個高級 運制服 用在一般的幹事上 然後 因為他很喜歡 書 因為他自己有一個出版社 叫CL 他也能夠合作啊 化解這些商品 然後設計杯子 然後他也設計鋼琴 各位不知道他也設計鋼琴 他設計過旅館 他也要做這個 我們去旅館的地下 全世界最漂亮的 名字 真的是非常漂亮 然後他也有自己的 書自己的CV唱片 還有自己的報紙 OK呢 確定我認識他 大家會有一個 叫他設計車 我們一起去 聊天 來 OK OK 那這兩個人 也是 特別的 看出他這兩個人 就是很厲害 我知道 不是這樣 這兩個人其實是代表 我們現在是 合遇拜 非常多小時候 這個實戰 那這個的確有影響到 我們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麼影響到 第一 好